明杰刚刚看到 欧盟跟俄罗斯还在打能源战争的同时 军事的战略 事实上美国围堵中国是全方位的 最近近期当然美军非常关注 俄乌的动态之外 当然在印太地区 印太司令阿基里诺 先前也都在坦诚说 原本确实也不认为俄罗斯会真的出手 当然如果俄罗斯都已经真的动手 入侵乌克兰的情况之下 他也认为说台海的状况 中国确实也有可能会入侵台湾 那这样的一个想法 跟这个等于说是美军的欧洲司令 兼北约的指挥官 这一个沃特斯 也有近期有所讨论 那双方还脑力激荡 那谈到说都在思考 如何要因应 如果万亿真的中国 武力入侵台湾的情况之下 那美军要提出什么样的一个因应对策 那这样的一个说法 其实我们认为说 当然对台海的一个 等于防卫还是有帮助 台湾的安全防卫 当然要靠我们台湾自己 但是如何可以避免战争 不要让它发生 这个部分确实还是有赖美国 那当然实际的动作 我们看到解放军这几天 他也没有因为俄乌战争 在这个全球各地的一个 军事活动有所减缓 那这两天 这个有两艘的 这个解放军的舰艇 一艘052D新宁号 还有一艘054A的沿程号 又穿越了这个对马海峡 那让日本也感觉到 这个中国的相关的压力 那非常特别的 隔一天 那俄罗斯一艘情报舰 也同样穿越对马海峡 那刚好 因为俄罗斯在北方四岛军演 那当然这些动作都引发美日的关注 不过我觉得值得观察的是说 我们看到去年 中俄还非常的好 双方总共汇集了十艘军舰 去这个绕日本的本周一圈 那时候双方关系 确实如兄弟之邦 那现在俄罗斯因为入侵乌克兰 弄到自己重伤的情况之下 中国有没有可能下一阶段 还跟这个俄罗斯 在这个印太地区 包含像对台湾或日本骚啦 我觉得这值得观察 因为这是一个重要指标 背后也一涵说 在俄罗斯遭遇到这一次 入侵乌克兰重挫之后 而且被国际制裁 抵制的压力的情况之下 这个中国到底会去进一步 去安慰他协助他 还是其实直接取代他 因为俄罗斯接下来 他军力受到重损 非常多的一个区域 应该会出现一些战略空窗 这些战略空窗 有没有可能 其实中国早就寄予 早就把他吞下 想要把他吞下来 那借这个机会 其实可以填补他 这俄军的战略空窗 包含像在北极海这个区块 那另外我们看到中国的动作 也不是只有在印太地区 先前讲到说 这个马绍尔群岛 索罗门群岛 这个地方 这个澳洲前总理警告说 这个可能要进驻军队之外 远在非洲的东部 这个吉布地 这个海军基地 过去打造六年 到现在已经完成 那近期被发现说 手艘这个解放军的大型舰艇 有一艘叫这个洛马胡号 九栋三A型的 这个新型的远洋补给舰 停靠在这个军港 连他的势力都已经开始 往东非来延伸的情况之下 当然表示他的一个野心 不是只有在台湾 不是只有第一岛链 或者是这个美国 那当然还有包含像 这样的动作 背后一函的 虽然先前用这个所谓 雅丁湾 雅丁湾护航的名义 已经有数十批的解放军舰艇 频频到 这个东非这个区块活动 其实我认为背后也在为这个未来解放军 有可能派航母去这个东非这个区块 在做铺陈 因为这一型的这个补给舰 过去都是跟随 这个不管是辽宁号或山东号 都会带随这个补给舰 进行海上的航程的补给 那除此之外 当然美国动作近期 我们也强调说不断的在对北京进行试景 那这一周以来进行的美飞联合军演 今年兵力是三十年来规模最大 中间美军派了五千一百人 菲律宾三千八百人 这样看起来加起来近万人 那如果只有这样看 似乎也不觉得他规模特别大 但是你如果跟去年比 去年美军只有派两百二十五人 菲律宾七百三十六人 这规模落差就十倍之多 那今年为什么会如此大规模的一个军演 菲律宾也同意 重要有两个观察点 第一个 2016年菲律宾总统都在上台之后 看起来经济上就整个倒向北京 那军事上跟美国保持距离 不过在去年 解放军一个南海的动作 让这个菲律宾整个 惊觉说确实中国对菲律宾 也有入侵的企图 包含像有高达两百艘的个型的 其实就是这一个小蓝人的 这个海上民兵的渔船 在牛二郊这个地方 让菲律宾认为说 他的岛礁也可能被中国给入侵 那所以后来等于说进一步 美飞的军事关系又慢慢提升 这次最特殊的 除了美军这个指派的相关的 航母的兵力之外 我们前面谈过 另外还有一个部分 我觉得值得观察 就是这一次美军 也运用了克拉克基地 克拉克基地过去 其实在杜特地还没上台前 那时候美飞关系 本来不错的时候 那时候美军曾经 有四架A10攻击机 从克拉克机场直飞 然后飞越黄岩岛 对中国其实有非常大的 一个警示的效果 后来就是因为杜特地 导向北京 所以双方关系降温 这个机场 今年又重启 让美军进驻 我觉得这是美飞 未来军事合作关系 一个重要指标 同时这一次也派了 A11-130的炮艇机 这一型炮艇机 基本上同样 可以直飞黄岩岛 对他进行 这一个岛屿的袭击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重点 就是苏比克湾 未来会不会开放 给美军的军舰 直接进驻 那其实这几天 林肯浩应该就已经在访问 马尼拉这个附近的港口 所以美飞的关系 未来当然也对中国 这个万一真的对台 用军事行动入侵的情况之下 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军事后盾 那当然还有包含 连接北面的 这一个美日的同盟 还有更难的 这个美澳的关系 可以看得出来 美军已经全力在做 相关的应用跟准备 那同时无人机 在这一次俄乌战场上 小型的无人机 看到铝舰大公 那等于说大型的无人机 其实乌克兰是缺乏的 不过我们看到 这个美军近期 一型非常过去 还没有在美国内部 曝光的RQ-170的逆中无人机 最近被航迷拍到 在这个42的空军基地 那首次曝光 那这一型的无人机 过去当然也非常的神秘 那当然它先前2011年 也曾经传出说 在侦查伊朗的时候被击落 那伊朗直接用逆向工程 其实非常厉害 直接拿了这一架无人机 对外展 这架无人机其实不大 它在长4.5公尺 比这个乌克兰买的TB-2型 都还要小 那其实但是它逆中的外型 跟它一个 就是基本上 不容易被发现的 这种特殊的性能 然后这个伊朗就直接复制 那为什么伊朗复制会被发现 因为伊朗后来复制的 这一型无人机 又被以色列击落 所以才发现说 原来有这样的一个山寨板存在 那RQ-170 后来美军当然有证实 目前来讲数量可能二三十架 不过后来进一步发展 就是我们先前过去 略讨论过RQ-180 更先进主要是说 它变成从过去 侦察型变成攻击型 它的那个内藏弹舱 是可以挂载空对地的飞弹 那RQ-180是更加的神秘 到目前为止 就没有对外曝光过 那航程大概有一万公里 上面有更多的 精密的光电的征收系统 那这些无人机的发展之外 今年还有受到瞩目的是说 美军真的是大手笔 刚刚先前有谈到说 今年明年度的国防预算 8,130亿美元 全球最高 那中间其实分给空军 要运用的就已经有高达 2,341亿美元 这个预算规模 其实就等同中国解放军 目前最新一年的 整年的国防预算 那甚至是俄罗斯 一年国防预算的三倍 只是美国的空军 所以非常大手笔 最近大家外界也觉得说 好可惜哦 这个美军居然要把 33架的F-22直接送到 这一个亚利桑那州的 这个飞机坟场 这么好的战机居然不用 而且当初一架造价 就要2亿美元 还不算研发费用 那它的主要顾虑 应该是飞行成本 其实非常高 我们先谈过 飞一个小时 大概要6万美元 大概丢掉一台 这一个200万的名车 这样的一个 等于说这样的花费 那照顾也非常辛苦 因为它的这个逆中涂料 各方面都这个成本很高 所以现在太足 但是未来 他不要把省下的钱全力去打造 下一代的NGAD 第六代战机也同样是逆中 但是性能更强的战机 也因应未来中国可能对台的威胁 好我们稍后回来